大家好,我是Danny 如果你在Richmond Center附近 找车程10分钟以内的全新的Townhouse 那我今天就带你来看一个三房三位的连排别墅 非常适合家里有三四个人的小家庭 话不多说,跟我来看看吧 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是平顶的 是现代风 年轻人肯定会比较喜欢,又比较时髦 这个是后排,然后这个是前排 所有的Gardener Landscaping都还在做 差不多两三个月就可以入住了 进来只是一个入口 相当宽,一米多 这个方向是朝东 这个是进车库 它现在还没有完全弄好 这是一个side by side的车库 朝东的阳光真的非常好 那这是一个living room的区域 早晨朝东的阳光 现在就是上午放沙发 在这里非常的舒服 我可以看到对面 都还是single house 好,这边是一个厨房 它是一个游行的倒台 我们来看一下 双门冰箱 下面是冰柜 所有的电器呢都还没有完全的装好 这个是四头的gas 出油烟机 这个是双盆的 好,我们再来看 这边呢就是设计为 是放一个餐桌 它有朝北的窗 朝东的窗 所以现在上午一点灯都没有开 非常的明亮 我们再来环顾一下 这个dining room的区域 它的层高是9尺 好,我们再来看 这个是到院子 这个是垫高 以后会有4到5级的台阶上去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将来的院子呢就是在这一边 好 再看一下这边的院子 等交房的时候 院子都会打理干净 好,我们现在要上二楼 二楼是三房 这个是二楼 然后 这个有个powder 我们现在往楼上走 这个是玻璃的扶手 让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看主卧 这个主卧呢是我比较喜欢的 因为它朝东 可以看到现在是早上10点多 阳光非常的好 而且 对面那家人家的院子 虽然只有草地 但是打理得很干净 看上去像个小公园一样 这里有一棵树 也可以挡一下私密性 什么东西在卧室呢 被别人看到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是主卧的进入衣橱 好,这是主卧的卫生间 这里呢是有一个联盆头 然后这个是壁肯 浴缸 可惜它这里只有一个sink 如果是两个的话 就更完美了 因为这样男主人女主人 就不会打架了 这一个开门 这一个开门呢 是有一点问题啊 只有把门关起来 才能够两个都打开 这个是设计上可以有点小毛病 没有什么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主卧啊 主卧非常的宽 放kin size完全没有问题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次卧 因为现在还没有完全ready 这个洗衣机干衣机放在外面 这原来是应该放在这个位置的 这个是洗衣机和干衣机的位置 好,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房间 第二个房间呢 它是潮汐的 然后还有两个这个衣橱 这边有一个 大家可以忽略这个洗衣机啊 这个衣物还没有放好 这边有一个 那么床呢 就是按照这个方向放 这个宽洞还是非常的宽 放 queen size 绝对没有问题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房间 这个房间是朝北 朝西 它的房间都比较大 不像很多现在新的town house的房间 都很小 但它这个衣橱呢 是进入式的 比较宽敞 好,它这个层高呢也是九尺 而且它是有中央冷暖空调的 夏天不会太热 一下 可以看到它这个窗可以开到很大 之后呢 会在这里还有纱窗 窗帘都会装 好,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这两个房间 公共的洗手间 现在因为还没有通电 只能这样看 也是有点可惜 如果这里放双盆呢 也是会比较好 好 楼上是三个房间 两个卫生间 我们可以看到采光真的是不错 这个是楼梯间 很大